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这周是儿童清明节连续假期,各地游乐园都涌现满满的人潮,有网友带小朋友去游乐园玩,中午买了游乐园去餐厅的儿童餐,看到餐点分量后,却不禁敢看餐点内容物和价格有点不成正比。 一位网友今午在脸书社团抱怨公社发文表示,在游乐园内点购的儿童餐内容物只有五块小鸡块,三小朵花叶菜,一碗饭和附赠的汤品,盘子甚至没装满,还有些许空气,网友有点不敢相信,直呼这样要199。 其他网友见状都热烈讨论,游乐园的东西真的贵,煮菜还没送来嘛,有网友开玩笑说道可能贵在盘子,其实盘子可以带回家,所以199。 不过也有网友认为菜色真的有点太少,如果饭上面用番茄酱滑上笑脸,这样是不是比较好呢?白饭上再盖上一颗,但也许会比较好一点,这菜也太少了。